我俩认识两年多了 但是现在我觉得她越来越自私 越来越不在乎我了 她总是因为一点点小事 就跟我吵架 跟我闹 有时候真是让我觉得特别累 我真是不知道她怎么想的 人家都是巴不得帮女朋友 做点什么事 她倒好 我有什么事 她准第一个躲起来 她总是错怪我 说什么事也指望不上我 我觉得我对她平常挺好的 不知道为什么她会这么想 现在我觉得我俩真的得好好谈谈了 到底她现在正要是因为什么 我觉得她得给我个答复 是男生真的自私还是女生 认为她自私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刘23岁来自河北学生 女嘉宾小尹23岁来自河北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认识多久啊 是同学吗 对 就是一个学校的 咋认识的 食堂吃饭认识的 自习室认识的 图书馆认识的 就是我们两个人都挺喜欢动漫的 然后有一次就是通过一次动漫展 然后就加上联系方式了 然后后来聊着聊着就知道 原来就是在一个学校 刚开始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吧 就是人特别好 然后对我也特别好 后来在一起就是时间越来越长 我就发现她现在越来越自私 开车你出了事你放我 那我过来的话 对解决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好处啊 那你就把我自己放那我替你道歉呗 你真干得出来这种事啊 对 他干得出来就干了 就其实我觉得当时最合理的办法就这样 我只能回去找同学过来啊 不是 你这个车在路上发生了寡蹭事故 这是很正常的 下车把它处理好不就走了不就完了吗 因为当时是我接的同学的车嘛 我得请同学过来来一起解决这件事情吗 保险公司不就行吗 不是 主任 当时是一出事 他就让我赶紧下去 他就马上不管了 他让我去 他让你下车的 对 说你下车跟他们说 然后你呢 对 我去找同学联系了 就你跑了呗 就保险公司的事我也不太了解嘛 那你干嘛开车呀 你什么都不了解你开车干嘛呀 然后还有一次 就我们两次的那个玩漂流嘛 水流不稳嘛 船翻了 当时那个水吧也不是特别的深 然后我也知道没事 结果呢 我俩掉下去了 他可好 管都不管我 自己上岸去了 然后让我在那漂着 结果救生员给我捞上来的 您听我解释啊 这还有啥解释的 就是我确实是我会游泳 但是我不会救人的 就您看我这个身板 就是我救他 那你那次救我的 我俩就全玩脸了 我当时我上岸 我是去找救生员的 我也去找救生员 不是 你真做得出来啊 我 对 他就在我 让我那飘着 就飘着 我也救不了他 他比我重二十多斤呢 我救不上来啊 那我就应该在那飘着是吧 你就跑了 他就自己上岸了 管都没管我 我想上岸赶紧去找救生员嘛 但是情况下 那你找来救生员了吗 找来了 是你找来的 还是救生员 救生员就到旁边呢 哎呀 你可以 小子 还有什么事啊 还有一次就是 我闺蜜失恋了嘛 然后我去她 就是去学校附近的小酒吧 就喝点酒嘛 当天晚上 然后闺蜜就是喝多了 然后我当时也没那么多钱嘛 然后我就琢磨 给她打电话嘛 让她过来帮我一下 然后帮我顺便 把闺蜜送回去 我当时打电话的时候 我问她你有事吗 她说我没事 然后我一跟她说这个事 她马上她就有事 这事真不怪我 当时我确实我在宿舍上 然后我当时确实没事 但是我们宿舍只有一个人 我走不开 然后我想等我室友回来 我再去 你宿舍就要还是我重要 等你宿舍 不管我死活了 大晚上的 哎呀 这个还真是 普通朋友就同学 有个困难也帮了 你别说是男女朋友 我以为我室友 一会儿就回来 哪知道 你那天晚上没去是吧 去了吗 没去 她没去 我等了她两个多小时 她一直有事 后来我宿舍回来之后 我联系她了 然后她说她已经自己解决了 哎呀 可以啊 小伙子 这推事还挺会推的 然后还有一次 就是那个 我们俩去冬案件 然后有个兼职嘛 就是约到早上挺早的嘛 然后我就下去 晚了那么二十多分钟啊 她就不等着我 她说她要去吃饭 咱们吃又吃去吧 我一会儿就过去 那么早 我以为她肯定会给我 带份早饭 结果呢 一份早饭都没给我带 空着手 当时我就挺生气的 但是我咱们就是赶时间嘛 就去吧 结果就是在展里面吧 她跟那个 就是结账的人认识 然后把她的账结了 没结我的 怎么让她帮着我 就是去那个 要一要 说一说 结果她可不帮我 为啥呀 就先说第一个 带饭的事 就每次她都因为 这些小事来跟我吵 就是我早上 就没给她带个饭嘛 她也没跟我说呀 就是她出来的也比较晚 然后我以为她吃了饭 她可比你重二十多斤呢 她可需要饭 救人的时候 你说她比我重二十多斤 你吃饭的时候 你不想让她比你重啊 行吧 后来结账那个事 就是当时结给我了 没结给她 然后她非要打电话 叫我过去 跟那人就是来吵架 我就过去之后 我问她说 咱别吵了 咱们坐下来 慢慢谈这个事 她没结你的事的 你也要去了 她把你的结了 没结我的 然后你就不管我了 你就管你自己呗 反正你都能解释 你都是你的理 我合同丢的那次也是 就是我上公司实习 结果有一次那个毕业设计 挺晚的嘛 挺晚的 然后我没时间去取 我昨天让她帮我去取一下 结果晚上给我取来了 晚上给我取来 我要啊 要 结果告诉我她有事 你问她啥事 我当时就之前就跟我们室友说好了 一起去网吧打游戏嘛 但是就是少我一个 你打游戏 然后你把合同还给我弄丢了 丢了还跟没事人试试 我也不想给你合同弄丢啊 你就是没办法事儿当事儿你 你打游戏都比我毕业设计稿重要 我那关系我公司的事儿让你 我第二天早上一醒了 就去网吧找了 我说也问那网吧老板了 结果就是 你丢了就跟没事儿似的 你当天晚上给我出了 姑娘你两年就跟一个小朋友谈恋爱 是吧 谈得还热火朝天的 不是 刚开始是她对我特别好 你这样子她丢我的事儿 就什么都依偶 什么都管我 现在就是 她就觉得我在无理取闹 我在任性什么的 她自己都变了 你们俩大几了 大四 毕业怎么规划的 就一说这规划我更长气 就是已经实习了嘛 就可以转正嘛 然后我问她有什么规划 因为想就挺喜欢她嘛 想跟她一起就是 在一起嘛 在一起 然后就是问问她那个 你有什么打算 你给我点就是意见呀 然后咱俩好一起解决是吧 当时我问她的时候 她说我没什么规划 没什么规划 就一直在问 然后后来啊 我都已经稳定下来 你知道吗 人家有规划了 要去回家找一份工作 说要不让我去那个 回家跟她一起吧 别去那边 我当时问的时候 你是河北哪的 我是河北廊坊的 你呢 唐山的 你要回唐山 你要待廊坊 我要在北京 我在北京上学 姑娘你喜欢她什么呀 就总想起她当时对我好 就说我就有个毛病 就是我总念旧 总舍不得 她当时对我特别好 可是你楚罗她这些事 没听出来她对你好啊 对呀 要不我再来了呢 她要丢好就不来了 我就想叫她现在是什么意思 你要是你不喜欢我了 你告诉我对吧 你喜欢她吗 我喜欢 她就是每次吵架 都拿着一些小事来跟我吵 知道吗 出车会也算小事 吊屎里面也算小事 啥都是小事 你是喜欢她 你是喜欢她还是喜欢你自己啊 我喜欢她 喜欢她啊 现在都犹豫了 都犹豫了 没有 你喜欢她什么呀 孩子 就是从刚进大学 刚进陌生城市的时候 就一直是她陪着我 就是有一种依赖感吧 那你毕业到理想去哪啊 回家 也想带她一起回是吧 那回去她干嘛呢 到唐山 你愿意陪她在北京闯荡闯荡吗 不愿意 行吧 老师问你们看着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 特别有意思看你们俩聊天 就想起了那个 人家是You jump I jump 你是 我跑了 你飘着 你怎么还能自己跑了呢 我都没听说过这种事 你的心底里只有我 连我们都没有 不然就管自己吃饱饭 不管女朋友 她在外边玩 遇到危险了 我不去接 开个车出了事 我先跑 所以我刚刚就特别想问一下女孩 为啥呀 因为她当初对我的确特别好 当初对你特别好 后来咋不好了 好了多长时间啊 就是在上学的时候嘛 就一直都特别好 都特别好 然后就发现就是马上要实习了嘛 去公司 然后就感觉 她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就感觉再也不像当初 在学校一样那样对我了 好了多长时间 好了两年多了 好了两年多 忽然就不好了 对 好那可能就是 她把我们的那个门把你划出去了 你们马上要毕业了 她根本就没有想要许你未来 就刚才我听到的这些事情 这如果是我的妹妹 我是不会让她跟你走的 不可能去到你的城市生活 因为未来太不笃定了 所以如果她一如既往的 像刚才表述的那样 对你遇到危险 我先跑 那就是没有责任 没有担当 如果她继续这样 最后的爱情建议就是 祝你快乐 分手快乐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谢谢你们 因为我这样 你的整个判断是有问题的 你说她对你特别好 两年特别好 突然间对你不好 你说的所有事情 发生的事情 都是最近一个月发生的吗 是 肯定是这两年里面的嘛 对吗 好了嘛 任何一件事情发生 这个男人都是对你不好的 你凭什么说她对你好 这些事情 但凡发生一件都足够分手 凭什么你说她对你好 你的认知有问题 你的判断有问题吗 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叫好嘛 你把你对一个人的依恋 看成这个人对你的好 你和她在过去两年里面 达成了某一种妥协 就是她游上岸 你在那边飘一会儿 然后最后你骂她一顿 OK了 过了 这个事你接受了 撞车了 她跑了 你骂她一顿 这个事你接受了 到底是不是好 一个男人的责任感 在什么地方 基于爱你的基础上 他有承担能力 他有自我约束 他有反省和思考 都没有 这样的一个人爱她什么 好在什么地方 重新思考 重新判定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谢谢 小伙子 我特别希望 老师们的话能够多少点醒你 如果今天你能够认清 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 出了这样大的问题 我觉得对你是好事啊 你不要气馁 固然你的装装件件做得太让人生气了 每次做上这样的题的时候 很多女人的母性就被触动了 她觉得我能够诱导男生变成熟起来 这是我当仁不让的责任 好歹我教了他们这么些年了 我不能半路抛弃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不成熟还可以成长 但她23岁了 一大老爷们 她身上没点血性 刚才在说到这个 谁漂在水里 谁跑上岸 每次你们都是以一种 非常搞笑的方式 把她说出来 但如果真的遇上那种 生死两难的时候 当然这种情况很少 但如果真遇上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原来我认识这么多年的 这么一个男 男人是不可以被依靠的 那个时候你就伤心了 我认为男人身上 这点东西挺重要 但也不排除 有一小部分男人身上 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这就要看你自己 就看你到底要的 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觉得缺这点东西 本姑娘不行 那你今天就走 如果你觉得我无所谓 我可以刚强起来 她有点没关系 那你今天就留下来 好吧 反正都是你自己做的选择 就这样 好 谢谢陆老师 一起进入 在一起两年了 谢谢您这两年照顾我 我知道我可能真的是 挺自私的 我觉得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 为您 咱们分开吧 等有一天我编好了 我会再回去找你的 等你编好了就没机会了 请亮灯吧 谢谢两位 请回 咱们